我不管我之前跟你留下了 什么样的研究 我都愿意为了你去改变 从新开始 从头开始 早啊 燕燕 咱们去约会吧 咱俩今天晚上 需要住在外边回不来 你看看身份证带没带 在包里呢 你检查一下吧 要是没带的话 可就麻烦了 每天都在啊 我去找一下 不用浪费时间了 你这样 你把户口本带上 能证明身份就行啊 我穿上等你 你就带我来这儿约会 结婚 我身份证是不是被你拿走了 是 许纯燃 我说跟你谈恋爱 我说跟你结婚了吗 我知道 赵燕你要是答应我 咱俩现在就直接进去 你要是不答应 咱俩就当实地考察 婚姻登机处一日游 反正早晚要来的 我先走了 你自己胡闹 燕燕 我没准备什么 华丽的求婚仪式 因为我知道 你不喜欢那些 我也很抱歉 不能让你再享受 更多被我追求的时间 我真的特别害怕 你哪天就变卦了 我现在就想问问你 你愿不愿意嫁得我 许诚然 我的确是喜欢你的 但你说要结婚 而且很多外在的条件 告诉我 我们并不合适 我从来没有问过 你过去的事 但我知道 你对富二代特别抵触 可我从上大学开始 我就没靠过家里 我跟顾川一起创业 一路奋斗直进 这些东西你都知道 我都跟你说过的 是我确实是富二代 可是我的家庭也好 迅鹿集团也好 这些东西 不是我能选择的 我的出身 我从来没有觉得 那是一种便利 相反我觉得 那是一份责任 之所以到现在 我一直没有回 迅鹿集团我是在逃逸 我害怕 我害怕我负担 不许那份责任 我害怕毁掉那一切 那毕竟关系到 几百人的生计 所以你是想告诉我 你要回迅鹿集团吗 我已经回去了 你是我天空中的梦 那天在电梯里你骗了我 个骗子 老婆 我错 谁是 谁是你老婆 是 我是回去了 我回去是要负习 我应该负的责任 我回去是去付诸 不是去索取的 那毕竟是我的家庭 你也不希望嫁给一个 对家庭没有责任心的男人吗 就你会说话 我知道你现在 我现在已经特别感动了 跪下 杨阳 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一个人 或者说一份感情认真过来 直到我遇到了你 我认真了 我特别认真 我认真到我想跟你领证 我认真到我想跟你结婚 我现在就恨不能把你带进去 逼着你 让你把这个证领 把你拴在我身边 一天都离不开你 杨阳 我认真到我想跟你过一辈子 不是 我爱你 我实在不知道 怎么看正面的自己 我不管我之前 跟你留下了什么样的眼睛 我都愿意为了你去感觉 从新开始 从头开始 你这是干吗呀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向你证明我的决心 想来想去 只想出这么一个愚蠢的方式 你 小妍 我再问你一次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你傻不傻呀 其实我也有点后悔 我觉得有点太冲动了 但是 你 你不会想救啊 不是 你 你这样以后我们出去约会 别人怎么看我呀 我们 我 我可以 我可以戴帽子 你现在戴帽子 一会儿咱俩进去拍照 你帽子脱了摄影师看不见啊 你会儿进去 小妍 她答应我啦 姐姐 姐姐 我们的爱的姐姐 我答应她 我答应了 我答应你 我答应我了 all the way 我答应你